大家好,今天是2月10日,星期四 星期二得道,早晨财经 我是你们的主持道心 令数据变为机会,让知识变为财富 是我们节目的宗字 恒生指数今天全日竞升500点 阿里巴巴升了7%,科技府发力 可以这么说,因为昨晚夜期已经在做事 10点左右,一支箭已经飙升了 昨天也说了 看漏眼,估中低位24,130点 但是我都没有拿到上去 拿到24,330就吃了 然后自此就玩这个外国 其他的指数 变了晚上也都看漏眼 估不到两天,今晚也是 那说回今早 今早就完全可以这么说是点了月 虽然烈口高开,那烈口高开是多少呢? 一路去星期一夜期就抽升过去 最高月400点,透支了升幅 所以可以这么说,今天点了月 一百七十几点左右 今天就完全是佛膳足尘 那我都跟网友说,不好意思 今天用什么指标,用什么系统 用什么心法都没有用 因为夜期没有 在这个夜晚的时间 昨晚由24,440 前晚来说 已经升了三百多 半夜十点多 然后夜期 搞到上一早早开 都已经24,800多了 所以就没什么好做 完全这么拽波 其实网友跟着我都有一些压力 后来我都不敢再说那么多了 因为我又怕他们开边 所以我就用IG市场里面 有一个叫功能 其实每住买可以0.25柱 我就买澳洲籽 即是为了港币一个多人钱 一柱 那其实就输三四十点 都是输几十元的 所以如果不开边 但我怎么也有个密博柱 在那里 堆下去的时候 万一看到有一个不同 不用输 还可以一直滚上去的时候 那我才加住 所以就打了几票之后 都起码都 我还不记得打几次 可能三次 三次四次 那么 变了就没什么忍 后来都没玩 那么 我都不敢再给出来 但是后来 一个德国 和这个开市的时候 那边美国的来数2000 已经 不用过一个小时 已经升了 九点至十点 其实九点至十点 我经常都说过 差不多有一倍赚的 接近一倍 所以这些 升幅的时候 哎呀 玩过几钟 好过玩全日的港股 真的 没什么要做 但是 今晚夜期又是 现在这一刻 我说回现在这一刻 可以这么说 港股已经破了25000 那当然了 后来破了25000 那我就给了一个位置 那大家 那在这个 我的造心炒股那里 Facebook那里 我都给了25077 这个位置 那后来夜期 最高去到 都是25090 那接着就 回落了 暂时说 就 见回25000 多少少 25000 多少少 25000 25000 那暂时性 就没什么 特别 东西了 因为可以做 今晚都 其实也是 也是 在十点多钟 到美股开市的时候 那时候呢 就怒上去 那 今晚又不是 没有昨晚那么疯的 没有怒三百点 那又24800 880 左右 那怒到上去 25000 那 怒了 200点 差不多 那已经是 暂时就停了 那又预知了 那两百点 那明天都 我都 没什么 大期望了 那 也都 跌 也都 没什么时候 那所以呢 升上来 上次我所说的 24659 那 跌不下去 跌了一阵的时候 跌到24130 就已经 反正过 24659 之后呢 就已经叫了大家 千万不要做孤子了 暂时都是看照片 那当然 逐级逐级看啦 25200多 就是 暂时忘记了 25234 好像没记错 那就是上次那个高位 那暂时都是没有变的了 那看一下会不会 所谓25244 才差 差10点 那 通常呢 跌不到下去 那我说了 踢球不定理 那就向另一边跑的了 但是可以有差 夜期才走来做 或者这个 收市 好像昨天这样 收市六点钟 星人一百点的 那这些 鬼鬼鼠鼠 吃番薯 那大家 所以 白白这样 24130 到今天 明天一开又二万五 那 查一声 我相信一千点就没有走鸡的了 二万五千一百三十 可能就 应该怎么都会到的 那又一千点啦 那傻居居 究竟大家做了些什么 包括我自己都觉得傻居居 那所以呢 大户企両呢 就是很多时候呢 现在更坏了 不在日期里面做 在夜期抽了照 跟着 之后早就 告别人呢 就接去那些货 那接又不是 不接又不是 所以 那散户呢 可能头痛点 那不路扯高 一路扯高 例如那些回锋 中移动 这些 健行这些 你见到回锋 这些已经升到 这两个几月都是 就是升得很重要 那 那无论 过往说多少个裂口 三个裂口又跌 完全不派 所以 要不想 没有用 就是那个 这个 apply 下一次的 升幅里面了 那所以 超买又超买 那这次 这么大户做市 就是 按摩 那今天升什么呢 那今天升500点 成交呢 就是1400几亿的 14007亿 可以这么说 可以这么说 就升小 都挺ok的 因为最主要那些 科网股 多人参与 那阿里巴巴 就是洗颓风 隔晚都已经升了 那这个中概股那边 那这个中概股那边 那收118.8 那就是 但这个6.8% 那其他科技股 网易都升4.9% 京东就升4.3 美团就升3.57 看股用品也都是入升 那升4.6%的安踏 和李宁升3.9% 内需股的 海底撈那些都产上来 升3.9% 蒙牛那些 那金融股就高收 港交所升1.9% 那汇丰 那不是升很多 那升2.9% 日明生物 暂时就 火牌不跌都算好了 跌很多都算好了 升1% 那但是有个奇怪股 升7% 是什么 不知道是不是跌得太多了 叫做电视广播 TVB 那拥有网购平台 BickBickShot 股价5后的飙升 不知为什么 那去到这个报 这个5.3 升了7.29% 那HKTVMORE 就反而是错了 跌了4.73% 那中移动A股涨停 港股一度破顶 那所以这个高件58.5% 那升了3.02% 那所以这个都 中移动真的挺厉害的 那我自己之前 我有介绍的6060 这个中安在线 其实我自己都不记得买 那我升了几天 今天不得了 入了去 那一开市的时候 立即入 那现在收拾了一点点 然后放了就算了 因为 专注在旗币 怎知道旗币又不行了 总之今天 炒股票好过了 那 那介绍了 中安在线 我记得都很早了 前一段时间 可能都是26 多27元左右 现在都29 今天最高曾经去到30元2.5元 那低位 暂时可能 我自己觉得 就会有机会挑战上次高位32.5元 32.5元 当然32.5元 是一个阻力 但是如果冲破到 那个 向大面势就完了 但是我没有耐性等 因为 不然看别人 都是那句 低位就不怕买 高位就不要追 那现在这些市 那因为债息回落 美国债息率呢 就回落 那道指一涨近300点 那现在这一刻 那现在1.40是几分的了 半夜凌晨 那那那 那那刚才开市的时候 道指都报35745 那那刚才我说过了 港旗 晚上都去到 那刚才的高位 那我所说的高位 2.090 虽然我比2.077 都是差13点 那所以都 都不错了 那那 都起码都帮到这些网友 那那可能 可能短炒的时候 那那当然啦 那有时候 喂不早点给 那是有时候太忙了 大家应该 其实如果 晚上这些位呢 那你预我 在开市前的4个小时 是4小时位 那都会给到 每4小时 我update你 那又有美国 又有香港 又有几个市场 真的搞不及 唉 不好意思先了 好了那说回 那这个债息回落 那就是 那这些道指呢 就急弹啦 那不过呢 那 那未来 其实要 还要数据公布 CPI呢 明晚9点半 会公布 那就是我上前 有说的 这个呢 是啦 究竟呢 上次都已经是40年 新高了 那是7% 那究竟现在 估计预算是7.3% 那究竟 会不会高得过这个呢 好 决定呢 到时呢 我怀疑 这些美股 所有东西都做了高台呢 所以明晚真的要小心 因为呢 如果万一个数据 过分好多呢 那变成了联储局的力度 好呢 加息力度呢 可能会 就会比较偏大 那现在 就会造成市场 一些不 不确定的因素 那所以大家要留意 这个很重要的指标 明晚9点半 好啦 那另外 讲讲就是 蓝灯笼啊 过往被人说啦 中移动啊 今年已经雷升了25% 那A股仗庭 那瑞春说 有元宇宙概念啊 啥都拿过元宇宙而已 会不会这个 搞猪肉那家都说 有元宇宙概念呢 那近日港股 回暖气氛 有蓝灯笼之称 中移动呢 已经静悸悸起革命了 H股今天升4% 高建58个本创 两年 两年新高 年初至今 已经累升了25%了 那 至于年初 回A挂牌的中移动A股呢 那今年1月5号 57.58%上市 那首龄曾经爆升10.4%的日期 有会员 那 那 今日中移动呢 早上升10% 那 那 仗庭板 死不死啊 今天收报67.43% 你不要问我 为什么人民币还要67.43% 为什么港股才只有57.43% 一向都是这样的 有日价 可能 不知道是不是 内地那班呢 就比较阔老一些 香港比较沽黄一些 所以不知道为什么 常常都有日价的 香港常常都看着一些 可能日价高得很重要 但不要用这个日价来做这个 那就比较 那 瑞信说 元宇宙三大股 腾信 网易中移动 那 那 即管看看这个 是不是真的有这个概念 瑞信认为 直至2023年 元宇宙将会刺激数据 使用量提升20倍 电信及网络 基建商应支售位 那 该行给中移动目标价多少 84.9% 那 84.9% 现在多少 那 现在60元都没到 那 今天 H股都是58.5% 所以呢 路漫长 那 看看会不会有机会 OK 那 就说另一样 高盛 调供美债息的 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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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储局三年加息 就会总共加上有10次之多 那 高盛的刹律师 就调高美国的 郭阔 那个券 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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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尤其是很不确定性的时候 忽然间弄一棍加历半厘 这个可能有些谈刺作用 好,这里又说了 恒指公司授权银华基金ETF 追踪港股通的中国科技指数 恒新指数公司今天公布 授权银华基金以恒新港股通中国科技指数 作为交易所买卖基金的追踪指数 有关基金就在2022年 即是今年2月9日 即是昨天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迟至1月12日 该交易所买卖基金的资产管理总值 2.500亿 恒新港股通中国科技指数 反映可经港股通买卖 这个从事科技业 并于香港上市的中国内地公司表现 现在全球共有108只与恒新指数系列挂钩的交易所买卖产品 另外17个不同的交易所上市 所以这个大家要留意了 另一单 那就是保利协欣的 保利协欣 想着去前往内地上市 不好意思 这段时间 虐利可能跌得起了 都两点钟 有点迟不达意 保利协欣 想着在内地股市挂牌 公司指出 这个董事会启动一项可行性的研究 就在内地的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可能性 包括上市方式 和时间任何的发售计划 公司积称 这个就是未来的方向 今天做两个四条狗 就没有受这个消息认 其实说起保利协欣的好东西 我看这么多股 被人说是造假数 不是我说的 曾经怀疑造假数 跟着以至 好像四五十亿的 那条数都 我也不知道最后怎么解决 总之 好东西 通常这些 如果在过往港英年代 你都不用想着 会復牌 还可以復牌 从第一天来 升得这么紧 保利协欣 后台非常之好 所以大家留意 好了 今天新闻不多 可以说回大事 破了位置 二万零七十七 我比较二五零九零 今晚都见过了 未来上回二万五千二 左右的位置 不出奇的 一比一 然后 无论如何升 都要尊重一下 都要差不多 当然 不排除 回一回的时候 再赌上去 因为得势就不饶人 会不会 跌不下去 做多只脚的位置 那会不会二万六呢 那就拭目以待 都有一句 我没有水晶球啊 但是 条数就这样计了 那现在 首选第一 第一目标 二五一 二五二先啦 至于 可不去到 二六 二万六 或者二万五千八 差二八点的 那这个去到月尾 大家要计一计数啦 也都暂时说的 狠居居不知做什么事的 已经接近一千点啦 所以 要升多一点点 又不是很出奇的 对不对 因为一个整个二月 因为一个整个二月 如果要升千凌二千点的波幅 有什么出奇呢 对不对 今天没特别啦 明天看位啦 但是今晚都透支了二百多点 大家就算要入住的时候 也不要太大住先啦 先开船那边先啦 好吗 这个到时再看我的 杜心炒股那里啦 今天的位置就不多准啦 真的的 我都没办法 今天去完全都不跟 所有东西都不跟啦 晚上反而就都跟啦 反而捉到一段啦 那免责声明啦 本节目提供的内容 仅作为讨论分析试用 不作为任何买卖 投资推介仅作参考 风险自负啦 那就记得赞我们的节目啦 和分享给老友 另外就是 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星期二得到星期日报 和做齐六部曲啦 那就记得无限啰 谢谢拜拜